伯母都快半小时了,她人呢?我语气不善,这场订婚宴是直播的,宋承还敢迟到。 宋母连连陪笑,我已经叫老宋打电话去催了,可能是堵车,江夜,你别担心,谁管她死活? 我在意的是商业利益和家族名声,失陪一下,我去洗手间。 好,本来等人就烦,偏偏在隔间里还听到外面有人议论我。 太子爷到现在都没来,指不定还在哪个女人的床上呢,江夜这下可丢大脸了。 是吗?那我可等着看江夜的好戏了,谁叫她平时那么嚣张? 宋承的风流与我无关,可要是有人借此说我坏话,我就不能当没听到了。 我嚣张,是因为我有嚣张的资本,我猛地推开门,走出去后,抬手就是两巴掌,打得我手都有点疼。 两人惊叫,却只有一个敢反驳我,你凭什么打我?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我冷笑,先长地手掐起他的下巴,区区一个新进爆发户的女儿。 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混进来的,但既然来了,那就抓住机会,动动身子,勾引几个富二代来帮衬你家的生意啊,干嘛还要动嘴? 他挣扎着,放开我,江小姐,那个,我眉头一皱,眼神犀利地撇向李英,你想插手吗? 不不不,江小姐,是我错了,我不该乱说话。 她是我妈不下的女儿,她了解我,更了解圈内的规矩,我敢得罪的人,都是我得罪得起的。 再有下次,我就真的不会轻易放过你们了,滚。 谢,谢谢江小姐,他们逃得跟风狗似的,真滑稽。 洗完手,我收到孟听兰的微信,打个架,晚点到。 她是宋城的祭地,也是我的竹马。 这小子以前很乖巧的,自从她妈死后,她性情大变,动不动就喝酒打架,进橘子。 我都习惯了。 不过说实话,比起宋城这个半路来的私生子,我更想嫁给她。 反正都是联姻。 只可惜,她不是继承人。 一是因为,孟听兰是原配所生,宋父又是上门女婿。 原配死后,宋父得到了集团,就立刻再娶。 不仅将藏了二十几年的私生子宋城带回家, 还将自己这么多年的屈辱都发泄在孟听兰身上。 有时候,我挺心疼她的。 我们身世差不多,我爸也是上门女婿,只不过,死得早的是我爸。 我妈把我当继承人来培养,全家都很疼我这个独女,我比她幸运太多。 二是因为,宋城这小子很奸诈。 趁着孟听兰丧母那段时间,人正颓废, 她跟着宋伯父谈成了好几个上亿的项目, 然后拉拢股东,获得家族信任。 再加上那阵子,孟听兰因为频繁打架的事,黑料满天飞。 宋父就顺理成章地将继承人改为宋城。 正想着,秘书忽然打来电话。 大小姐,不好了,半小时前,星海集团那边的项目负责人突然宣布, 明天要跟宋城签约。 什么? 我顿时火冒三丈。 明明说好订婚之后,项目由联姻的宋江两家合作, 宋城竟敢跟我玩这套。 此时,有人敲门喊我,大小姐,宋少爷来了,但他还带了个女人。 来到宴会厅时,宋城正搂着那女人跟父母谈判。 爸、妈,我跟善恩是真心相爱的。 善恩? 梁善恩? 那不是我家保姆的女儿吗? 我妈也认出来了,历生质问她,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 竟敢来破坏我女儿的订婚宴。 太太,对不起,我没听从您的警告,良善恩眼含泪话, 哽咽道,但我不能违背自己内心的选择。 宋父指着宋城怒吼, 您有没有脑子? 不娶江家的独生女, 竟然要娶这种小家小户的穷酸女。 宋母则一边安抚伯父, 一边劝宋城,别闹了,快跟你爸道歉。 宋城却跟吃了秤驼似的, 铁了心要解除婚约, 还敢当众羞辱我。 江夜这种女人, 只适合玩玩而已, 不能结婚。 善恩体贴懂事, 虽然穷, 但穷得有骨气, 以后结了婚, 肯定会是个好妻子。 何况, 我宋城还不需要用联姻这种手段来壮大集团。 宋城的言外之意就是, 我与他门当户对, 势均力敌, 结了婚也不好控制, 良善恩不一样, 他没见过世面, 稍微给点好处就会对他死心塌地。 本来嘛, 我是不在意他要养多少只金丝雀的, 但他竟敢拉一彩衣, 彩得还是我。 他以为良善恩是什么好货色。 上回, 我在家举办生日宴, 其他人都着装统一, 服务客人, 他却偷穿我的裙子, 在角落勾引富家少爷。 还沾沾自喜, 以为我看不见。 其实, 我只是不想搞砸自己的生日宴, 何况那套裙子是我喝醉了兔脏过, 污渍洗不掉, 本来就要丢的。 谁能想到, 他现在的手段进步了这么多。 能在我没察觉的情况下, 把宋承勾到手。 良善恩有骨气, 就不该知三当三。 我这一喊, 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首先冲过来的就是宋承。 江夜, 我警告你, 立刻给善恩道歉。 我轻蔑一笑, 你急什么? 踩到你妈的尾巴了。 你敢侮辱我妈? 你。 她。 不等她说完, 我的巴掌便结结实实地落在了她的脸上。 闭嘴, 区区一个私生子。 宋承向之发怒的狮子, 凶狠地瞪着我。 江夜, 我会让你后悔今天动手打了我。 我满不在意, 扬扬下巴, 随时奉陪。 良善恩目瞪口呆, 心疼地摸着她的脸。 阿诚, 你没事吧? 大小姐, 您怎么可以这样? 是我的错, 是我太爱阿诚了。 您要是实在生气, 就打我吧。 漏掉你了是吧? 同样上不得台面的脏东西。 我抬手就要打量善恩。 助手。 宋承猛地抓住我的手腕, 将我推倒在地。 宋承, 你。 在众人看戏的目光中, 我挣扎着想起来, 身后却袭来一阵巨响。 砰! 在众人的惊叫声中, 一辆越野车直接撞进了会场, 玻璃噼里啪啦地落下来。 被车轮碾碎, 车打着双闪, 直奔我们的方向, 精准地停在了宋城面前。 阿, 我还没什么反应, 梁善恩的尖叫声 却几乎要刺破我的耳膜。 他都快下滩了, 焦滴滴地跌进宋城的怀里。 好热闹啊! 车门开了, 清冷的声音传来。 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狼走下来, 白色衬衣, 侧颈染血。 手里拿着棒球棍, 我来替你撑腰了。 姐姐, 这几年, 由于梦听兰的黑料太多, 大家都知道, 他是宋家的封批二少爷。 一个眼神瞥过去, 记者们急忙关上摄像机走了, 因为他真的不怕舆论, 不怕进橘子, 会去砸机器, 还会挨个去找记者的麻烦。 走走走, 快走, 别惹上这个疯子。 宾客们也纷纷离场, 抱歉, 来晚了。 梦听兰向我伸出 一只骨节分明的手。 他低头吻了下我的手背。 紧接着, 梦听兰拖着棒球棍, 步步逼近宋城, 脸色渐冷。 姐姐心情不好, 我来做点让他开心的事。 说完, 他瞬间挥了起来。 宋城也不是吃素的, 以极快的速度 侧身一躲。 棒球棍顺势砸下, 他身后的酒杯塔轰然坍塌。 啪、啪、啪。 碎片兮兮丽丽地落到他身上, 香槟似箭。 梁善恩吓哭了, 阿诚, 我好怕。 宋城紧紧抱着他, 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梦听兰轻蔑一笑, 想赚钱, 放荡身体就够了, 管好自己的嘴。 那响声, 吓得他又往宋城怀里缩了缩。 他呜呜地哭着, 阿诚。 宋城捏着拳头, 额头青筋突起, 梦听兰, 你要是还想回宋家, 就立刻给善恩道歉。 宋家? 梦听兰眉头一皱, 擦了擦剑在身上的酒, 我看你们母子俩 是在我梦家住酒了, 忘记自己的出身了吧。 说完, 他故意将手帕丢到宋父脚边, 满脸嫌弃。 爸, 是不是连你都忘了? 你是靠谁才坐上这个位置的? 圈内人都知道, 宋父是凤凰男。 提起这个, 他脸都轻了, 再加上之前那场闹剧, 他撑不住了, 气到心脏疼。 宋城和他妈都慌了神, 赶紧找药, 把他扶到沙发上。 孟听兰, 宋城朝他大吼, 你是要气死罢吗? 孟听兰不耐烦地揉了揉后颈, 别在我面前装孝子, 像条狗。 你。 宋母突然插嘴, 柔柔弱弱地对孟听兰说, 阿兰, 我知道你讨厌我, 讨厌阿诚, 可阿诚进公司, 也是在替你爸爸分担啊, 阿姨进家门, 也是想照顾你, 弥补你失去母亲的缺憾啊。 宋母在以退为进, 其实这番话, 都是给宋父听的, 可他千不该万不该, 独独不该提到孟听兰的母亲, 闭嘴, 你连我妈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 哪来的脸面提她? 他暴怒, 猛地将棒球棍往宋母的方向扔去, 重重地砸在地上, 巨大的声响, 吓得宋母瘫软下来, 孟听兰, 你太过分了, 我今天就要好好教训一下你这小子, 宋承挥拳就要冲过来, 我心下一紧, 刚想过去拉孟听兰, 警察就在这个时候来了, 不知道谁报了警, 他们来做笔录, 我撒谎说, 闲来无事, 砸砸自己家的东西, 应该不犯法吧, 他没有伤人, 砸的东西是我家酒店的, 所以只要我不追究, 就能结案, 对吧? 警察再三确定后, 确实如我所说, 便走了, 宋承却暗暗对我放狠话, 你给我等着, 好啊, 我目光阴冷地瞥向梁善恩, 叫他也小心点, 他慌忙躲到他身后, 气氛降到冰点, 宋母想打圆场, 脸上堆满笑脸, 那个, 江夜啊, 我们改天再办一个更盛大的订婚宴吧, 你放心, 我肯定会说服阿诚的, 可宋承不领他妈的情, 直接拆台, 妈, 我爱的是善恩, 臭小子, 宋父刚好了点, 气得直接从沙发上跳起来, 差点一巴掌扇过去, 却被宋母拦住, 毛头又落到他身上, 宋父怪他, 整日只会吃喝玩乐, 不是去香港买东西, 就是去澳门赌博, 偏偏就是管教不好这个儿子, 其实我很清楚, 他爸那么着急要联姻, 是因为近来宋氏风平不好, 股票跌价, 很需要我们江家的帮忙, 我们江家也想借此进军宋氏旗下的产业, 所以, 这场订婚不是我们两个说了算, 是关乎两大家族的利益, 宋承想取梁善恩, 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我就等着看, 看他能不能用他的全部来换一个梁善恩, 我妈回了公司, 我牵着孟听兰上了车, 刚坐下, 我就忍不住伸手摸他的脖子, 其实我刚才就注意到有血了, 但找不到时机问, 疼吗? 孟听兰摇头, 还挺骄傲地说, 是别人的血见到我了, 我忍不住翻白眼, 狠拍了下他后脑勺, 臭小子, 你想这样下去多久? 疼。 孟听兰又开始装委屈, 姐姐怎么舍得打我, 我还赔了三百万, 谁在意那点钱? 我打你, 是因为你不懂事。 他脸色一沉, 什么才叫懂事? 像你喜欢的宋城那样, 语气酸酸的, 我懵了, 你从哪里看出来, 我喜欢宋城的? 他愣了下, 你不喜欢宋城, 那你干嘛非要跟他订婚? 联姻也可以选我呀。 你? 我白了他一眼, 拿起平板, 便开始看股票。 你又不是继承人, 我为什么要选你? 我故意拿话刺激他, 他果然生气了, 一把夺过我的平板, 突然凑过来。 那如果, 他咽了口唾沫, 猴杰上下动了动, 深邃的眸子凝视着我, 深情溢出眼底。 我是继承人呢? 上钩了? 我嘴角一弯, 鲜长的手指倾勾他的下巴。 我会坚定不移地选你, 可是, 孟听兰, 我顿了下, 故意将薄唇贴近他耳边。 你行吗? 一只冰冷的手突然握住我后颈, 有点用力。 要试试吗? 姐姐, 孟听兰的尾音扬起笑意, 像狐狸般魅惑。 我太了解孟听兰了, 他对自己感兴趣的人和事, 胜负欲极强。 只要他不再颓废, 肯下定决心争夺继承权, 我会帮他的。 毕竟, 我们江家需要的不是强大的女婿, 而是强大且听话的。 好啊, 就试试吧。 回到家后,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辞退梁善恩的妈妈。 管家, 去收拾下他们母女俩的行李。 是, 大小姐。 梁妈却想跟我据理力争。 大小姐, 我什么都没做错, 你凭什么辞退我? 我疲惫地在沙发上坐下, 一手撑着脑袋, 冷漠地去了她一眼。 你女儿搞砸我的订婚宴, 你这个做母亲的, 怎么还好意思待在我家? 莫非, 你们母女俩都想帮大款? 什么? 梁妈大惊失色, 好像并不知道这事。 大小姐, 你说话太过分了。 梁善恩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闯进来的。 她一把将她妈拉到身后, 大声斥责我, 你有火就冲我撒, 跟我妈有什么关系? 她是无辜的。 无辜? 我皱了皱眉, 刚想骂她, 却看见宋承走进来。 善恩, 别跟这种人白费口舌, 跟我走吧, 我会安排好你和伯母的。 话音刚落, 梁善恩的脸色突变委屈。 不不不, 不用, 大小姐就是这样的脾气, 我习惯了。 真的没关系, 梁善恩咬了咬下唇, 眼眶含泪, 十足的绿茶样。 大小姐, 是我对不起你, 求你别怪罪我妈妈。 她的膝盖慢慢弯曲, 几乎要跪下来。 宋承一把拉起她, 心疼地摸摸她的头, 你干嘛要道歉? 又不是你的错。 这对小丑的戏码, 我真是看够了。 一个见, 一个吓, 都滚。 我懒得再说什么, 干脆上了楼。 刚好在楼梯转角, 撞见收拾好行李的管家。 大小姐, 收拾好了。 我嫌弃地推了一把, 两个行李箱 直接从二楼滚了下去。 落到宋城脚边时, 箱子里杂七杂八的东西 都散了出来。 江叶? 宋城怒瞪着我, 五指紧攥着拳,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轻蔑一笑。 好啊, 我等着。 现在, 带着你的垃圾, 滚。 我知道, 宋城自诩太子爷, 根本弯不下腰。 说这话, 只是想恶心他。 不过我没想到, 梁善恩这么能装, 抹了抹泪便俯身捡衣服。 阿成, 别怪大小姐, 我自己来就好。 他以为这样能表现自己的倔强, 让宋城更心疼。 但他不了解我们这个圈子, 更不了解宋城。 宋城是私生子。 本就受尽非议, 如今有本事了, 最厌恶向别人低头。 起来, 他一把拽起梁善恩, 怒斥他, 谁叫你捡的? 我没钱给你买衣服吗? 我。 梁善恩吓得说不出话, 但我这人没什么耐心。 管家, 把他们都赶出去, 那堆垃圾 也赶紧清出去, 看着碍眼。 说吧, 我转身欲走。 梁妈大声喊住我, 等等, 这个月的工资 你还没结给我呢? 工资是吧? 我突然来了兴趣, 可以, 管家, 按合同规定地赔给他。 梁妈松了口气, 三人准备离开。 但我记得, 你上个月打碎了我妈 买回来的古董花瓶, 是吧? 我笑着走下来, 高跟鞋踏在台阶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妈大度, 没叫你赔偿, 我本来也无所谓, 但既然你今天 非要跟我算这笔账, 那我们就好好算。 鞋跟踩在那堆衣服上, 我冷眼看着震惊的梁妈, 花瓶价值五百万, 我会让管家准备好证据, 账单和我的卡号。 三天之内, 钱没到账的话, 我会走法律途径的。 什么? 梁妈瞬间慌了, 一时无措, 转过身便跪求送城。 宋少爷, 你帮帮我。 你说我上哪去找这五百万呢? 妈, 妈你别急呀, 别这样。 伯母, 你先起来。 宋成想扶她, 她却拼命摇头, 凌乱的头发散落下来, 混着眼泪, 腻在脸上。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她开始道德绑架了, 不就是五百万吗? 我来解决。 宋成有点不耐烦了, 善恩, 先带伯母上车, 我跟江叶说几句话。 什么? 梁善恩第一反应, 竟然是吃醋, 不满。 那, 那你答应我, 不能跟她有什么瓜葛, 只能说公事, 说完就要走。 梁善恩好像有点蹬鼻子上脸, 搞不清楚自己的地位了。 以为宋成会是小说里的恋爱脑总裁, 而她是幸运的灰姑娘, 她会对她百依百顺, 无限宠溺吗? 然而我却看见, 宋成的眉眼间略过一丝不悦, 但很快, 她又恢复温柔的脸色, 我知道了。 很明显, 如今的宋成, 已经不习惯被人命令了。 她想做绝对的支配者, 即使是对梁善恩, 这门不当户不对的冲动爱情, 我倒要看看能撑多久。 他们母女俩走后, 宋成便质问我, 江夜,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故作不懂, 两手交叉还凶, 蔑视着她, 欠债还钱。 不是天经地义吗?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那五百万。 宋成宁眉, 故意吓唬善恩的妈妈, 就是为了恶心我。 看来她也不傻, 只是吓。 拿五百万看猴子耍戏, 值了。 宋成却勾起嘲讽的笑意, 好啊, 那你就尽管耍你那一文不值的把戏吧, 我不会因此屈服娶你的。 我点点头, 余光却不小心瞥见 门口有个熟悉的身影, 似乎是梁善恩。 她在偷看吗? 那就有意思了。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嫁给你的。 说着, 我故意揪起她的衣领, 猛力将她拽到眼前, 然后凑到她耳边。 但我偏不退婚, 我偏要耗着你。 有本事你就回家发疯, 我也很想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手段让你爸妈妥协。 话落, 我刻意贴向梁善恩偷看的方向。 江叶, 你, 你们在干什么? 突然闯进来的梁善恩打断了宋成。 不安敢涌上来时, 连自己的身份都忘了。 宋成, 你刚刚答应我什么? 你干嘛靠她那么近? 还有你, 江叶, 你要不要脸? 趁我不在, 就勾引我男朋友, 你。 我故意不反驳, 让她继续撒泼。 终于, 宋成自己都觉得丢脸, 低吼。 够了, 别闹了。 梁善恩一颤, 瞬间泪湿眼眶。 阿成, 你以前从来都不凶我的, 现在怎么? 话音未落, 宋成的手机响了。 她接起来后, 不知道对方说了些什么, 脸色一沉。 你做了什么? 星海那个项目, 孟廷兰为什么会插一脚进来? 是不是你教唆她的? 我笑而不语, 宋成也顾不上哄良善恩, 气急败坏地拉着她走了。 就在他们出门时, 我给管家使了个眼色。 没多久, 一叠狗仔偷拍的照片 就出现在我眼前, 是可以拿来做绯闻头条的程度。 我立刻发给秘书, 标题就叫京圈太子爷 带小三出入未婚妻家中, 疑似逼宫, 叫记者和营销号加班, 奖金翻倍。 秘书回复, 好的, 大小姐。 晚上, 我接到孟廷兰的电话, 约我吃饭。 半道上, 我路过平时常去的奢侈品鞋店, 刚好收到店长的微信, 说来了新品, 便想去看看。 我被带到VIP室, 坐下来看股票。 店长半跪在我脚边, 服侍我换鞋。 江小姐, 怎么样? 我低头看了眼, 刚想开口, 门突然开了, 来人竟是梁善恩。 她穿着廉价的衣服, 手里还捏着宋承给的卡, 身后的销售员 却抱了一大堆名牌鞋。 我上下打量了几眼, 唇角轻蔑, 看样子是唠叨钱了。 江夜, 你什么意思? 宋承不在这, 梁善恩也不装了, 冲过来叫嚣着, 给我道歉。 我看也没看她一眼, 便吩咐销罐, 我脚上试的这双, 还有刚刚看的几个新品, 全都包起来吧。 说吧, 我起身欲走。 梁善恩身后的销售 却拿起其中一双鞋, 唯唯诺诺道, 对不起, 江小姐, 我不小心拿错了 你看上的这双。 那又怎么样? 梁善恩嚣张地夺了过去, 这双不用试了, 我现在就要了, 刷我男朋友的卡。 我皱了皱眉, 我每年在你们这里 花那么多钱, 你们就是这么服务我的。 店长有点慌, 但还是镇定地 先给我道歉, 然后给梁善恩解释, 一般来说, 我们店来了新品, 都是让江小姐先挑的, 这次是新来的店员疏忽, 我们很抱歉, 但这双鞋子不能卖给您。 凭什么? 我也有钱。 梁善恩气愤地将 宋承的卡丢到店长脸上。 店长仍然陪笑道, 我们不否认您的消费能力, 但就算是宋少爷来了, 我们也得优先服务江小姐。 何况您只是宋少爷的? 他戛然而止, 但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 我满意地拿出卡给店长, 从梁善恩身边走过时, 故意瞟了他一眼, 就算想捞钱, 也要捞自己能力范围内的钱, 不要自不量力。 江夜, 你, 别生气,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嘲讽道, 去跟宋承告状啊。 江夜, 你别嚣张, 我一定会嫁进宋家的。 我笑而不语, 离开了。 到酒店后, 我发现, 星海的李董和他母亲也在。 更惊讶的是, 老夫人与孟听兰的妈妈近视就相识。 她拉着孟听兰的手, 泪眼模糊, 故人之子, 果真有故人之姿。 你母亲走了那么久, 我真的有点想她了。 李董担忧地地上纸巾, 妈, 医生说你眼睛不好, 不能总掉眼泪。 我这是高兴啊。 孟听兰接过纸巾, 李董, 我来照顾伯母吧。 是啊, 你和小叶不是有工作要谈吗? 你们去聊公事吧, 别打扰我们叙旧。 我意识到, 老夫人这是在帮我。 孟听兰也在给我制造 重新与李董交谈的机会。 我顺势开口, 对了, 关于宋城, 其实我有点内幕, 想跟李董谈谈。 或许与星海接下来的项目利益 有很大的关系, 不如我们去隔壁包间谈吧。 李董轻笑, 一副洞悉所有的表情, 不过他似乎也很好奇 我还能使出什么手段。 我深知, 商业合作靠的不只是人情, 更重要的是利益。 李董, 我想您已经听闻 我与宋家订婚失败的消息吧。 李董点头, 却满不在意, 其实就算没有宋城, 没有江家的帮助, 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看重的是宋城的才华, 可他太年轻气盛了。 我说着, 拿出手机那则非闻, 连家里都不同意的婚事, 他却一意孤行, 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 以后肯定少不了争吵和矛盾。 在家族企业中, 这些肯定都会影响到 集团形象和利益的。 李总, 你确定要担这个风险吗? 何况有才华的, 也不止他一个。 李董面色渐变凝重, 突然, 他的手机响了, 我瞥了眼, 是宋城。 通完电话后, 他还是选了宋城, 理由是, 男人比女人更懂得 怎么做生意。 我都气笑了。 开门的瞬间, 梦听兰那张清冷的脸 却煞时映入我眼帘。 他恰好站在那里, 眼神阴质, 连我都有点被吓到了, 怕他直接在这里动手。 李董却灭然道, 怎么, 人情这张牌打不通, 改威胁了。 梦听兰瞬间勾起假笑, 李董说笑了, 老夫人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已经送他上车了, 来跟您说一声, 慢走, 那就谢谢了。 李董不悦而去, 门一关, 梦听兰的脸色变冷了下来, 眸中溢出危险的气息, 不识好歹的东西。 他立刻拿出手机, 不知道给谁发信息。 你不会要做犯法的事情吧? 阿兰, 别闹。 我有点担心, 直接伸手夺过手机, 和约没有你重要。 他低眉一笑, 这是欢喜的, 发自内心的。 姐姐, 关心我。 我嘴快答道, 当然, 他却会错意了。 目光落在我唇上时, 咽了口唾沫, 喉结浮出一抹郁色。 是吗? 他慢慢靠近我, 身上那股冷目香气袭来。 哪种关心? 当, 当然是友情。 他步步逼近。 直到退无可退时, 他突然将我压在墙上。 江夜, 我才不要你的友情。 梦听来一只手握住我的脖子, 另一只手却护着我的后脑勺。 闻我时, 温柔且粗暴。 手机从我掌中滑落的瞬间, 我也沦陷了。 他却忠道而止。 今天, 先这样。 梦听兰依依不舍地松开我, 俯身捡起手机, 有事要办, 晚点去找你。 我回过神来, 急忙拉住他, 梦听兰, 不准做违法的事。 他勾唇一笑, 我不需要违法, 照样能玩死他。 今夜的谈话虽然不成功, 但我根本不难过, 因为一个歧视女性的企业, 是没有未来的, 索性让给宋城。 我会用实力证明, 我能撑起集团。 回到家后, 我妈正在看文件, 女儿回来了, 她一见我便没开眼笑, 拉着我过去做, 还把文件递给我。 新海的项目, 我已经收到消息了, 谈不成也没关系, 这里有新项目, 是青城开发区的, 听说政府准备建设那里。 政府? 那是大项目啊? 我又惊又喜地抱住我妈, 谢谢妈。 谢什么? 你是我女儿, 我当然要帮你。 我妈温柔地俯着我的背, 妈妈明天要去澳门出差, 可能要半个多月才回来, 这个项目就由你独立负责吧。 妈妈也想看看, 自己培养了十几年的继承人 到底合不合格。 放心吧, 我这次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们家女儿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 我妈放心地把所有资料都交给我之后, 就去赶飞机了。 凌晨时, 我还在看策划书, 却接到孟听兰的电话。 怎么还没睡? 电话那头传来孟听兰玩味的声音, 我在你家楼下, 准备带你去看出好戏, 有没有兴趣。 我了解孟听兰, 这结果眼上, 她大半夜找我, 肯定不是约会看电影。 我猜测到, 跟李董有关的, 聪明。 孟听兰笑道, 原配打小三也挺狗血的, 不亚于你的疑似逼宫, 但狗仔报道出来的效果, 肯定没有现场看得有趣。 我压抑地放下了手中的笔, 李董的情人养得那么小心谨慎, 你都能找出来。 我妈虽然去世了, 但不要小看她生前的人脉。 我忽然意识到, 我真的小看了孟听兰的妈妈。 我以为她去世了, 集团落入宋父手中, 孟听兰就什么都没了。 其实, 她只是还没动手。 在副驾驶上, 我忍不住问她, 伯父换继承人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跟宋承征? 她面色阴郁, 眼神黯淡下来, 沉默着打了几下方向盘, 过了几个红绿灯。 半赏才低沉道, 公司, 我可以抢回来, 但我妈的后事不能耽误。 是啊。 我差点忘了, 那时候, 宋父忙着找律师, 继承遗产, 宋承和他妈忙着纠战雀巢, 只有孟听兰在守孝。 葬礼上, 他哭到几度晕厥。 我哑口无言, 不知怎么安慰, 只能在车停下来时, 抱他一下。 阿兰, 都过去了, 我会帮你夺回孟家的一切。 我也会帮你, 成为真正的继承者。 到李董的秘密别墅时, 那里已经被狗仔围得水泄不通了。 孟听兰牵我上了对面的顶楼, 直接拿望远镜看, 还贴心地背了红酒。 不过你这么做, 不怕得罪老夫人。 他举杯与我相碰, 发出清脆的一声。 除了你, 我不在意谁的感受。 恰实, 我望见李董正拽着原配往外走, 却被狗仔拦住。 孟听兰就在这个时候给他打电话, 还开了免提给我听。 李董, 喜欢我送的这个礼物吗? 什么? 是你做的? 我不痛不痒地添了句, 抬头看看。 底下人果然抬了头, 正好对上我的视线。 我故意举起红酒杯, 满脸挑衅。 孟听兰嘲讽完, 将红酒一饮而尽。 在李董像疯狗般的叫喊时, 我和孟听兰已经离开了。 今晚大快人心。 第二天, 宋城和李董的黑料满天飞。 不过, 压垮李董的倒不是出轨这种圈内小事, 而是从小三纳牵扯出的关于他偷税漏税之事。 这是甚至影响了宋城的合作项目, 害宋氏前期投入的所有资金都打了水漂。 股东赔了钱, 肯定会对宋城失去信心。 天巧此时, 我用几个慈善活动立住了自己的人设, 并成功谈下了开发区的项目。 这下就是孟听兰动手的时候了。 股份我会负责收购, 其他的, 你自己看着办。 我漫不经心, 边说边对着镜子画眉。 你收购? 孟听兰倾笑一声, 忽然夺过我手中的眉笔。 不愧是江家的继承人, 连我都算计。 他的话很有攻击性, 但望向我的眼神依旧温柔。 修长白皙的手勾起我的下巴。 是想借此机会, 运用我把宋氏也吞了吗? 孟听兰明明是在质问我, 却还凑近替我化眉。 我突然想戏弄他, 故意不告诉他实话, 顺势将两手搭上他的肩。 姿势极尽暧昧。 何止啊? 我还想把你也给吞了。 他一顿, 落眸盯着我的唇, 认真的。 要试试看吗? 话音未落, 孟听兰突然勾过我的腰, 猛地将我抱起来, 放到梳妆台上。 我背靠着镜子, 化妆品掉了一地。 虽然我不知道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但如果股份 就是你想要的, 姜叶, 我给你。 因为是你, 我甘愿清醒着沉沦。 孟听兰冰冷地手掐着我的脖子, 吻上我的唇, 边放纵, 边克制。 缠绵时, 我才告诉他实话。 清城开发区的项目, 我会跟你合作, 让你拿着这份成绩 进入宋氏的董事会, 取代宋城, 至于股份, 是我要的保障。 毕竟, 清城那个项目 是我谈下来的, 不能白白让你占掉一分。 我是喜欢孟听兰没错, 也愿意帮他, 但不能毫无条件, 不能让江氏做他的垫脚石, 更不能只拿着虚无缥缈, 一文不值的感情, 做交换条件。 我不是不信他, 是输不起, 因为我姓江, 是江氏的继承者。 第二天, 我们按计划进行。 董事会开始前, 我特意交代秘书, 发退婚申明。 之后, 我身为大股东之一, 在会上提出 罢免送承的提案。 孟听兰顺势拿出 开发区的项目, 这是商业最大的肥肉, 不仅能填补之前 亏损在星海的钱, 还能大赚一笔。 股东也是商人, 没理由不要的。 最后, 我们以半数以上的票 通过了提案。 即使宋副市董事长, 也无可奈何。 江业, 你敢这么对我? 宋诚的五指紧紧钻成拳, 那眼神好像要吞了我斑。 我玩耳一笑, 用你的全部 去换一个良善恩吧, 祝你幸福。 会议结束后, 我接到我妈的电话。 她说, 我在澳门赌场 看见宋诚的妈妈了, 好像输得很惨。 是吗? 我有点意外, 输了多少? 一个亿, 挂了电话, 我把事情告诉孟听兰。 她冷笑, 这下, 可以彻底击垮宋诚和我罢了。 江业, 身后突然传来宋诚的吼声。 我以为她要来找我算账, 谁知她这会敬悚了, 紧紧抓着我的手。 江业, 我错了, 我们订婚吧, 我会跟良善恩分手的, 求求你把我的总裁之位还给我。 我等了二十几年, 也忍了二十几年, 就是为了今天, 你不能这么对我。 她慌张无措, 几乎要哭了。 可还不等我嘲笑, 良善恩便不知从哪里冒出来, 拉开宋城。 阿诚, 你疯了。 你明明说过你爱我, 你会娶我的, 你怎么能? 闭嘴。 宋诚猛地推开她, 像只发怒的狮子。 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勾引我, 我怎么会毁婚? 跟你在一起之后, 你什么都帮不上我, 只会跟我要钱, 还有你那个妈, 只会给我丢脸。 钱真是个好东西, 把人性都暴露得一览无遗。 阿兰, 我突然很想看看, 如果她知道自己的妈妈 在澳门欠了一个亿, 会怎么样? 我也很好奇, 母子之情在金钱面前 会不会也这么不堪一击。 所幸, 这情形来得很快。 当夜, 债主就带着宋母上门了, 拿着上亿的欠单。 换作以前, 宋承还负担得起, 可如今, 她不是总裁了, 宋父的董事长 也没多大权力, 总不能挪用公款吧。 宋家真正能做主的, 就只剩孟听兰了。 她拿一个亿 换回了所有。 当宋父一无所有时, 孟听兰直接让人 收拾了他们 一家三口的行李, 然后从二楼丢了下去, 带着这些垃圾 滚出我家。 宋父不可置信, 听兰, 我可是你的亲生父亲啊, 你已经抢走公司了, 现在连家里 都容不下我了吗? 她不耐烦地别过脸, 揉了揉后颈。 我孟听兰不是孝子, 你跟我打感情牌, 没用。 她搂过我的腰, 转身欲走。 我却突然听到 宋承的喊声, 姜业, 我真的错了。 我已经跟梁善恩分手了, 你可不可以 给我一次机会? 我听了都晦气。 宋承, 我想你搞错了一点, 我跟你订婚, 从来就不是因为 我喜欢你, 而是因为 你是宋家的继承人。 我将夜不是去扶贫的, 我只会选择 门当户对的婚姻, 宋承崩溃。 我让管家 把他们都赶了出去, 晚上就带着孟听兰 去机场接我妈。 我妈得知 最近发生的事情, 对我刮目相看, 不愧是我的女儿, 连妈妈开玩笑的话 都做到了。 那是, 回到家后, 我却意外撞见梁善恩和她妈, 被宋承抛弃后的她, 没工作没收入, 过得穷困潦倒。 如今母女俩又跪在我面前, 一把鼻涕一把泪。 大小姐, 求求你重新雇佣我吧, 收留我们母女俩吧。 夫人, 是我错了, 我不该跟大小姐抢未婚夫的, 看着是挺真诚的, 但我知道, 梁善恩是想待在这里, 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没等我开口, 我妈就吩咐保镖, 把他们赶出去, 省得我女儿看了不舒服。 是, 夫人。 梁善恩却突然跪在梦听兰脚边, 拽着她的衣袖, 哭得梨花带雨。 梦总, 求求你, 帮帮我, 我真的知道错了。 她抬起头, 含泪望着梦听兰, 咬了咬下唇。 这是故意的吧? 好在梦听兰不是宋承, 她不吃这套, 还嫌恶心, 直接踹开她。 你勾引错人了, 滚。 保镖直接将他们拖了出去。 吃饭的时候, 梦听兰向我妈提出, 我想跟江叶结婚。 我妈欣慰笑笑, 我当然没问题, 看江叶自己的意思。 我当然是愿意的, 但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结婚可以, 但公式上, 我们不要有牵扯。 梦听兰笑了, 无奈又宠溺, 伯母真是培养了一个合格的继承者。 当然。 由于是个人应该。 来Come on!